村长带领村民,重金银花,通过各地货商销往全国,共同致富 爹,我们要不要买一辆旅车,以后肯定要经常去镇上和县城买东西 没个旅车真不行,而且也不好天天向岳母家借旅车用 行,昨晚我已经和你娘说好了,那我们先去看看旅车,然后再去买果苗 叶老爷子将这里的每一头驴都细细打烊过 最后选中了一头刚成年的公驴 这头驴子皮光肉滑,一看就知道养得很好 老板就要这头了,多少银子 大哥真是好眼光,一下就相中本店最好的一头 原价二十两银子,今天本店打八折,买驴送草料,只需要十六两 哈哈,看来今天我们运气不错,相信今天应该也能买到品项不错的果树 你们是要去买果树苗 是的老弟,你有什么好地方推荐吗 老哥,我还真知道一个不错的地方,它那里的果苗品项还可以,你们可以过去碰碰运气 哦,那谢谢老弟了,我们过去看看 两人来到店老板说的地方,果树的品种挺丰富的 老板,这枣树多少钱一棵 这枣树都是两年的树苗,你看养力多好,种好明年就能结果子了,果子包正又大又天 这枣树苗八十文一棵,买五棵送一棵 叶老爷子没说要,还是不要,又看向一旁的柿子 这是软柿子还是硬柿子 是硬柿子,软柿子不好包存,容易会 买地人熟,硬柿子可以做成屎兵,这屎兵在店行铺子买十文一斤呢 老板见他们每一种树都细细打扬过,觉得两人肯定是大客户,非常积极热情 这柿子树苗多少文一棵 柿子树也死两年的果苗了,就剩最后这四棵 你要是全部都要的话,其实文一可的一 行,四棵柿子树都要了,再要十二棵枣树 花椒树苗和八角树苗,这两种树很少见 你这里有吗 这两种死药材吧,我这老母有这个 不过你可以去货上拿个问问,说不定能买到种子 好的,谢谢老板,给我们算下一共多少文 枣树死八百文,狮子树死二百八十文 一共死一千零八十文 我只还有饧品种的葡萄苗,个头不大 不过比葡萄的葡萄甜一些 种好明年就能结果了,要不要带好几颗 山上的野葡萄都是非常酸的 买回去种上给孩子甜甜嘴也不错 多少文一颗 哈哈,和两尾同渊,七十文一颗吧 要三颗吧,两颗种在小后山 留一颗种在前院的空地上 到时候搭个架子就可以在葡萄树下面乘凉了 刚刚死一千零八十文 加上葡萄苗店二百一十文 一共死一千二百九十文 再给两位送一颗石榴树 希望两位的首货像这石榴一样轰轰火火 哈哈,老弟真是会做生意 那就谢谢了,也祝你生意财源管管 两人又在集市上转了一会儿 来到卖药材的货廊这里 老板,你这里有没有花椒八角树苗 还真凑巧,前段时间 有位客人订了几颗花椒苗核八角苗 我找了好多人才找到这么几颗 但是过了时间也没见过来拿树苗 两位要的话我就不等他了 要的要的,多少钱一颗 这花椒苗核八角苗不常见 这几颗果树我是花了大力气 从其他人手中买来的 也不赚你们钱,给个成本价就好 七十文一颗全拿走吧 行全要了,爹,该买的果苗基本都买齐了 还需要买点其他东西吗 先买这么多吧 我们也是第一次种果树先试试水吧 老哥,你这大盲人今天怎么有空来我家 知道你们今天买了果苗 我过来看看 就买了几颗枣树和柿子树 你这果树是不是买少了 小后山有一百多亩 你买这十几颗果苗太少了 不过这红枣可是好东西 不弃养血,又能当灵嘴吃 不愁卖不出去 我们家人少 丰收又在杂货铺上宫 没有人手打理啊 你可以请人啊 像前妻种果苗 后面的施肥除草都可以请人帮忙的 这也是第一次种果树 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请人做工 就怕后面连工钱都收不回来 叶家没有村长家底后 家里的钱大部分都用来买商了 叶老太太和叶老爷子不敢去请人 就怕果树没种好连工钱都收不回来 我看村里许多人都有在院子种枣树 都种得好好的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这谁说的准 我们家底伯 第一年少种一些 要是果树都种火了 第二年就可以种多一些 一步一步来 你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还有一句话 风浪越大枣越贵 啊 我不能和你比家底啊 你家的两座山打算种什么果树 我已经让人在县里订了一百棵枣树苗 原本还想着明天去运果苗的时候 顺便再买点其他的果苗 想想还是先不买了 今年先种这一百棵枣树 可以啊 动作挺快的 你家现在种了多少金银花 每座山大概种了二十亩左右吧 两棵金银花苗之间离得远 实际上也没种多少的 村长就是豪气 山脚的坡地我打算种上一些豆子 玉米和红薯 家里有粮 心里不慌 多种点粮食 错不了 看着村长那财大气粗的样子 叶老爷子心里多少还是有些羡慕 深入